一连三天的第66届伊斯兰党代表大会 昨天在他们的大本营吉兰丹哥达巴鲁结束了 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 今年在新常态下召开的代表大会 虽然过往热腾腾的场面不在 但是因为这是伊党时隔43年之后 再次执政中央之后第一次所举办的代表大会 因此这次月亮依然照射出耀眼的光芒 领着执政党之一的光环 整场大会的氛围变得和以往相当不一样 稍有留意的话 从在台上致辞的领袖们 他们侃侃而谈他们在国盟政府内所扮演的角色 大家不能发现和以往大会掀起那种 非穆斯林社会反弹的刺耳言论大不同 现在换了身份之后的伊斯兰党 不管是党领袖还是中央代表 大家的演讲调调都变得相对的温和 甚至还把全民伊党的口号放在嘴上 向来力推伊斯兰教义 并以神权治国为终极目标的伊党 在入住不成后 似乎不再把当初的斗争目标挂在嘴上 在昨天的伊党代表大会上 来自吉兰丹大本营的代表哈萨莫哈默 在辩论环节上主张 伊党当下最重要的是巩固国盟政府 至于以前在野时 喊得圣斯历劫的伊斯兰行事法 可以先暂时放到一边 人民代表还特别提到 伊党已经不再是反对党 什么是首要目标 什么是次要目标 大家要搞清楚 一切要以大局为重 而身为总秘书的达基尤丁 也提出相同论调 他提醒党员 今时不同往日 如今伊党已经是联邦政府的一份子 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 随着政治版图延伸到全国范围 大家的视野和思维 不应该还停留在过去 轮到党老大哈迪阿旺发言时 虽然还是一贯地 重生穆斯林团结的重要性 但他特别强调 伊斯兰并不是种族狂热主义 在伊斯兰的国度里 非穆斯林的权益 依然受到保障 而且在领导国家方面 非穆斯林也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越来越岸五档的金箍 后面写在于脱哥 在迟口上屎的国家浓 而年人应该受到美国 越岸五档的离 海苹 阻填